首先建立這個圖層 那圖層的部分 這個地方很容易 特別注意在上方有個圖層管理員 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找到這邊有一個叫做新圖層 按下去 那比如說呢 我希望有一個圖層叫 第二個叫DL DW DW 你就輸入DW 再來的話呢 顏色是綠色 所以你在這個顏色的地方點一下 那綠色它所影值是3 所以你就找到下面一個3 綠色按一個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線條部分 用預設實現就好了 那出戲的部分的話 你點一下 這個地方它要求是用0.15公分 所以你就選0.15按確定就好 這樣就會新增一個新的圖層 按確定 那有什麼用呢 比如說這個房子 你把它選取 新的圖層點下去之後有沒有 你會發現馬上變顏色了 那一樣的方式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將這個1-2事業這個地方的圖層 做一個設定 F U FUR 然後顏色的話呢 是淺藍色 所以顏色的地方的話 你找一個淺藍色 它的數字是4 所以你只是4按一個確定就可以 那這裡的話呢 出戲 0.18 所以你就選擇0.18 按確定這樣就可以 按確定 那同樣的方式你選取某一個物件的時候呢 再去選取圖層 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你所設定的那個 顏色跟線條 這裡的話 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1-2事業這個圖層 做個練習 就是圖層你可以建立 把這個1-2事業裡面 這邊有2-4-6-7個圖層 建立起來好了 然後呢 再試著把那個 物件的部分 選取做一個變更看看 然後 2-6-8個圖層 然後 一